蘇媽的想法是以明年的MI350對決GB200 而且還有一款MI355X會用硬體規格站對決回答 傳出會採用3nm以及導入最新的高頻寬記憶體HBM31 不過雖然整個AI市場看望 但是短期之內外媒與投資機構對於AMD的新品發表會卻沒有太熱衷 首先是新的晶片 可能還沒有辦法快速帶來財報上的表現 另外MI325X目前觀察好像不能夠明顯改變AMD落後的現狀 也就是說不容易挑戰現在的回答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科技簡報中 我是您的簡報師何志忠 華為仍然是中國大陸科技自主化的希望 市場持續的傳出 華為會在今年的11月所推出的最新款手機 搭載海思的麒麟9100晶片 華為海思的麒麟系列更可以說是代表了中國半導體自主化的進度 但也傳出在沒有先進製造設備的支援之下會有很高的成本 如此一來在高度競爭的手機晶片市場 面對高通、聯發科、華為還有什麼優勢怎麼分析呢? 高階的AI、手機晶片唯一的晶圓代工廠首選就是台積的3nm技術 這也成功帶動台積電的9月業績 寫下了史上第二高的兩年表現 對比之下老對手三星最近還是挑戰不斷 連半導體DS部門的主管都針對三星不佳的財報公開道歉了 怎麼一回事? 就在本次節目之前唯一可以跟老黃競爭的超微AMD 推出了AI晶片新藍圖 有一系列的新產品搖跟輝達正面對決 不過第一時間資本市場的反應不算熱烈 怎麼解讀呢? 科技簡報中文已經點出關鍵的一周大事 提出三個提問 定義帶來不可遺漏的科技新聞分析與解讀 在本次節目開始之前先進一段推廣服務時間 未來十年絕對是台灣的黃金十年 但是我們怎麼去形塑台灣在未來十年 我們的國家戰略 產業的戰略呢 當台灣創造更多的需求 跟全世界主要的國家連結越多的時候 台灣的存在就是一個具有高度價值 同時也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作為一個台灣人 作為一個台灣產業電子業的一份子 我們怎麼讓大家知道 在判讀產業的大趨勢上面 既要了解國際上的重要的變化趨勢 同時也要了解 台灣到底有哪些限制 台灣到底有哪些優勢 我們在面對這麼龐大的資料量的時候 跟我們在做決策的時候 我們對於各種產業訊息的試讀能力 判讀能力 到底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我是DigiTime的社長黃金勇 這是我的產業筆記課程 我們先帶來一則最新的消息 AMD在舊金山舉辦Advancing AI大會 執行長蘇之鋒 黎察蘇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蘇媽 公布了一系列的AI晶片新產品 哇 蘇媽跟老黃 揮答黃人軍的對決 覺得是本世紀科技業界最有看頭的新聞 當然他們也不是第一次競爭了 以往是電競Gaming的GPU領域 現在更是一場AI爭霸戰 蘇媽這一次先發表的AI加速器MI325X有什麼夥伴站台呢? 像是微軟、OpenAI、Meta、Oracle、Google都來了 不過MI325X預計是要先對標NVIDIA的H200 推出時間是2024年的第四季 但如果以進度來看 NVIDIA的GP200可能也是這個時間要量產 這會不會是市場擔憂的部分呢? 畢竟現階段老黃的AI晶片幾乎是先橫掃的業界 大家也都在等候BlackWire平台 我們從AMD的AI晶片藍圖分析 繼已經量產的MI300X之後 蘇媽預計2024年的第四季推出MI325系列 2025年下半會推出MI350 2026年會推出MI400系列 預計MI350開始就會進入台積電的三奈米世代 其實從製程世代來看 BlackWire大多還是以5奈米家族的4奈米強化版為主 AMD並沒有落後太多 在先進封裝的部分 AMD反而更比NVIDIA積極一點 大膽採用了台積的3D晶片技術SOIC 再搭配CoAOS封裝 但也同樣地都面臨CoAOS產能的瓶頸 這一點雙方算是不相上下 只是NVIDIA的需求量能龐大 傳出台積電有優先確保產能 蘇媽的想法是以明年的MI350對決GB200 而且還有一款MI355X會用硬體規格站對決回答 傳出會採用3奈米以及導入最新的高頻寬記憶體HBM31 先前看完AMD的大客戶 我們再來看看有哪些的供應鏈夥伴 業界估計AMD的台灣供應鏈 從半導體相關的上游來看 當然是以台積電最為受惠 另外據我們的觀察 包括封測的日月光影威 IT相關的創意、支援 周邊晶片相關的詳碩 散熱相關的建設等等 那在系統組裝的下游部分 像是人保、偽創、偽影、鷹業達等OEM大廠 另外還有像是華碩、技嘉華琴等等 蘇媽的目標是什麼呢? 他說資料中心跟AI確實替AMD帶來巨大的機會 預計整體AI加速器的市場 2028年就會成長到5000億美元 不過雖然整個AI市場看望 但是短期之內 外媒與投資機構對於AMD的新品發表會 卻沒有太熱衷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AMD本身的財務前景 首先是新的晶片 可能還沒有辦法快速帶來財報上的表現 另外MI325X目前觀察好像不能夠明顯改變 AMD落後的現狀 也就是說不容易挑戰現在的輝達 最近的一個觀察時間點 就是10月底的第三季財報 超微的蘇媽一間扛起佐達Intel 右抗輝達的重責大任 我們會持續追蹤AMD的狀況 AI晶片大戰如火如荼 手機晶片戰場也不遑多讓 華為作為中國大陸科技自主化的領航員 預計會在今年的11月推出新款的旗艦手機MAT70 市場也傳出會搭載海斯所設計中心代工的麒麟90001晶片 不過在中美貿易戰戰火之下 中芯國際很難有先進設備的支援 在先前的節目當中我們也多次討論到 採用DUV機台進軍5奈米製程 不是不可能只是成本會很高昂 那麼這對於華為的競爭力會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來看看Digitime之爭記者的分析 這一款傳聞當中的麒麟90001 估計需要靠先進的封裝技術來彌補晶圓代工段的不足 而可能會跟現有的旗艦手機SOC相比 會有三年左右的技術差距 近日市占率最高的聯發科 公布了最新款的天璣9400晶片 號稱效能更超越iPhone的A18處理器 也持續跟高通對決 但是相同的是 不管是蘋果、高通、聯發科 都擁抱台積電的3奈米技術 高性能、穩定成為台積電 支援IC設計業者的最佳保證 不過市場則傳出 華為的新款晶片成本可能會落在156到185美元之間 這個數字其實跟現行Android陣營對手的晶片售價 相差不遠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據了解從供應鏈端來看 高通、聯發科因為採用了台積第二奈三曼影技術 成本也確實跟著大幅提升 市場也傳出對比之前 兩家IC設計大廠的旗艦手機SOC 都有顯著的漲價 而漲價之後的數字 大概跟先前市場傳出的華為晶片生產成本 不相上下 當然通常各家大廠的發言體系 並不會對外證實晶片成本與售價的傳聞 業界人士就透露 其實對於華為來說真的是挑戰 也不算太令人意外 主要是因為中芯的產線受到技術限制之後 良率門檻一直都不算理想 加上先進製程主要就是替華為代工 投片規模也相對有限 這樣也很難把成本壓下來 有一類說法則是 華為現階段能夠購買這樣的晶片 並且把中端產品的售價 控制在一般旗艦手機的水準 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官方的補助 這其實也從中芯的財報表現當中 能夠看到獲利能力的不足 而華為在過去一年的中國市場當中 持續奪回市占率的確是事實 但相較於領先的品牌 也還是有一段差距 就算是話題廢衡的三折疊手機 各界也還在觀察實際的銷售成績 市場上確實也有這類的解讀 認為華為主要要靠消費的鐵粉 愛國欣來支援 但即便如此 要快速回到TA1的手機梯隊 有一定的難度 而就在2024年的10月1號 華為公主孟晚舟再度出任 集團輪值董事長 作為創辦人任正非的長女 曾經主張華為財務大旗的孟晚舟 在這一次為期半年的 輪值董事長位置之上 會如何帶領華為 我們會持續的來觀察 在大集團出現營運挑戰的時候 正是高階經營人的考驗 除了華為 三星電子也是個龐大的帝國 繼先前會長李在榮震怒之後 最近半導體相關部門的主管 也罕見的公開道歉了 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是因為三星2024年的第三季 半導體事業表現持續不理想 從三星自己發出的 暫定財報當中 營業利益估計只有9.1兆韓元 這個數字比韓國投資界 多次下修之後的預測還低 市場上原本給出的目標大概是10兆韓元 大概是74.2億美元左右 這也使得三星半導體 即裝置解決方案 也就是DS部門的負責人 全永炫在公開聲明當中致歉 綜合三星本身 以及韓國媒體的多方消息 三星雖然第三季業績比去年有所成長 但是還是沒有能夠達到外界對三星的期望 主要是因為跟AI高度相關的 高頻寬記憶體HBM競爭力不夠 加上一般型記憶體需求不振 多重危機之下 市場上本來已經多次下修三星的業績目標 但沒有想到實際的數字比原本預期的還來得差 根據DTite的韓文編輯綜合分析 一方面三星這一季度有發放獎金等一次性的成本 另外一方面HBM31的進度略有低延 雖然伺服器記憶體領域算是比較穩健 但是行動裝置客戶的庫存調整 以及來自中國大陸業者的競爭導致業績下滑 我們來聽聽全永炫的聲明 他說三星沒能達到市場期待的成果 技術競爭力以及公司的未來也受到擔憂 對此他深表歉意 許多人在談論三星的危機 一切的責任都在管理層的身上 該怎麼解決呢 全永炫說困境就是再次起飛的機會 新技術品質競爭力 是三星再起的唯一途徑 當然他還會重新審視 調整組織文化這件事情 希望重建信賴 發現問題 充分討論 快速改善等等 事實上三星在HBM的最大競爭對手 不是別人 就是韓系的同行SK海力士 SK海力士已經可以穩定供應給 AI龍頭NVIDIA八層堆疊的HBM31 今年9月更搶先量產了12層堆疊的HBM31 外界預期今年下半 三星跟SK海力士的業績表現 可能會有非常明顯的對比 預期10月底兩大記憶體寒廠 都會發布正式的財報 我們會持續追蹤後續的狀況 以上就是本週科技簡報中的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科技簡報中會在每週五的晚間8點 在TG Times YouTube頻道獨家播出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能在第一時間時候 記得開啟通知 可以簡報中 我們下週見